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在婚内出轨了高达五十多个女人 近年来突啊这个词汇非常火 这个词语的本意是指在恋爱关系中 某一方通过巧妙的言辞来对另一方进行深度的心理操控 这种手段可谓是许多渣男们惯用的伎俩 那么这位被誉为突啊立志大师的男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又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这位外貌令人心生怜惜 内心却暗藏凶险的男子便是大名鼎鼎的乙武洋筐 1976年乙武洋筐出生 就在乙武洋筐出生的那一刻 医生无情地宣布了他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断综合症的噩耗 这意味着他无法像土通人那样拥有健全的四肢 这无疑是对这个家庭的沉重打击 得知这个消息后 乙武洋筐的父母如同遭受晴空霹雳 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竟然天生残疾 面对如此困境 乙武洋筐的父亲曾萌生过抛弃他的念头 但在母亲的坚决反对下 最终未能得逞 回到家后 父亲对待他的态度也在母亲的感化下逐渐转变 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下 乙武洋筐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父母开始带着他走出家门 叫他识字读书 渐渐地 他们发现 尽管乙武洋筐的四肢残缺不全 但他的头脑却异常聪慧 语言表达能力更是出类拔萃 为了让乙武洋筐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夫妇俩毅然决定送他去学校接受教育 出高中阶段 乙武洋筐活跃于各类社团 以其吸引眼球 甚至当选学生会委员 赢得学妹们的敬仰与喜爱 一天结束活动的五间 乙武洋筐在课桌抽屉里发现一封学妹的匿名信 信中满意赞美之词 令他心潮澎湃 自恋的乙武洋筐误以为学妹向他表白 幻想自己能向明星班受万千少女追捧 为了实现梦想 乙武洋筐全力以赴 1996年 高中毕业的乙武洋筐 用惊人的学习成绩敲开了早稻田大学的大门 疾风拓浪般的优异成绩 加上天生残障带来的话题效应 乙武洋筐刚进大学校园 立刻引爆传媒瞩目 众人纷纷探寻他的逆袭之路 竟相邀请他做专访 他表示欣然接受 于是 借助媒体之力 乙武洋筐迅速成为励志的代言人 他不仅是父母心中的骄傲 更是同龄学子心中的楷模 随着声望日龙 乙武洋筐也吸引了众多图书出版社的目光 在他们的热情邀约下 乙武洋筐于1998年推出了自传 五体不满足 此书一出 立即引发轰动 尤其受到女性读者的热烈追捧 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 乙武洋筐定期举办女性读者签售会 场面火爆 看着那些为他的书籍痴狂的女孩们 乙武洋筐心满意足 他陶醉于这份被女性崇拜的快感 渴望全世界的女人都沉浮于他 为了维持人气 乙武洋筐趁热打铁 陆续推出乙武的礼物 残像等作品 这些书籍同样热销 让乙武洋筐的名字 响彻日本文坛 事业有成的乙武洋筐 为了展现个人魅力 精心打造了完美丈夫 形象 他选择了一位理想妻子 共同演绎恩爱夫妻的佳话 这个人就是乙武洋筐的大学学美人美 乙武洋筐可是人美的超级大偶像 就像那些追随乙武洋筐多年的小粉丝们一样 人美也是他的铁杆支持者 不论乙武洋筐参加何种活动 只要有机会 人美肯定会飞奔至现场 当时乙武洋筐在书店组织了一场签名会上 而早早等待在外的人美心情激动 当乙武洋筐开始签名时 人美迅速冲上前去 面对如此清准可人的人美 乙武洋筐不禁心动不已 直至当日的签名会结束 人美依然守候在原地 乙武洋筐看到此情此景 便主动邀请他合影留念 并在书籍上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告诉人美 他们可以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贴人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够 追星成功 他的内心激动无比 从此以后 他和乙武洋筐之间的书信往来 变得愈发频繁 在这些信件中 乙武洋筐得知 人美原来是自己的学妹 看着人美在信中所表达出的 深深敬仰和喜爱 乙武洋筐渐渐对这位 善良美丽的女孩 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他心想 人美不仅心地善良 容貌出众 更是做妻子的绝佳人选 而且我还可以借此机会 塑造一个好丈夫的形象 助力我的事业发展 有了这个念头后 他给人美的信件数量日益增多 而此时的人美 早已被乙武洋筐的 甜言蜜语所迷惑 他们甚至会时常外出约会 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 乙武洋筐认为 是时候向人美表白心意了 于是 他把人美约出来 深情款款地对他说道 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可能需要经常照顾我 因为我生活上有些许不便 你愿意接受吗 此时的人美 已经完全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乙武洋筐的求婚 满怀期待地开始了 他们的新婚生活 为了更好地照顾乙武洋筐 人美选择辞掉工作 全职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 他每天的任务便是打理家务 悉心照料乙武洋筐的饮食起居 尽管生活艰辛 但人美却乐在其中 随着岁月的流转 他们迎来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宝宝 人美也因此忙得不可开交 无暇顾及自身的形象 他原本以为乙武洋筐 会向婚前承诺的那般 成为一位体贴入微的好丈夫 然而 这一切不过是他编织的谎言罢了 刚步入婚姻殿堂的 那段日子里 乙武洋筐的的确确展现出了 对人美的深情厚意与关怀备至 他处处考虑周到 哪怕无法亲自为人美操持日常琐事 也会费尽心思为他营造一份甜蜜的浪漫氛围 逗得心爱的他喜笑颜开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乙武洋筐的真实面目 逐渐显露无遗 他常常以工作繁忙为借口 对人美移植气使 稍有不满 便恶语相向 更为令人难以忍受的是 乙武洋筐对人美的控制欲望 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 每逢人美外出 他都会强行干涉其穿着打扮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不安 而且 乙武洋筐要求人美 必须时刻保持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只要稍有片刻不见 等人美归来后 迎接他的便是乙武洋筐冷嘲热讽的质问 你刚才究竟去了何处 难道这么快就无法忍受 想要离我而去吗 当他们的爱情结晶降临人间之后 乙武洋筐对人美的限制更加严格 甚至精确到 每日出门的次数和时间 然而 人美却选择了默默承受 他的忍耐 并未换来乙武洋筐的理解与尊重 反而使得他愈发肆无忌惮地折磨着人美 身心疲惫的人美日渐憔悴 昔日的美丽容颜已当然无存 面对着容颜衰老 不再迷人的妻子 乙武洋筐的眼神中充满了厌恶 他的压迫激起了人美的反抗之心 不知不觉间 人美也变得坚强起来 两人时常因为琐碎小事 发生激烈争执 乙武洋筐开始频繁夜不归宿 正当人美对他的行踪产生疑虑之际 一则震惊全日本的新闻头条 揭示了真相 2016年 乙武洋筐被某家媒体揭露 婚内出轨长达15年 此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谁能料想 那个看似阳光开朗的 励志大师 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丑陋的一面呢 尽管乙武洋筐迅速站出来否认传闻 但仍有敏锐的网友 从中捕捉到了种种端倪 自从有网友大胆揭露 乙武洋筐的夫妻生活并不和睦 之后 大家都开始好奇 接下来会不会又有新的猛料出现 果然 这位网友不负众望地发现 乙武洋筐竟然和近50名女性 都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一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 让原本备受尊敬的励志大师 瞬间跌入谷底 众人纷纷指责他是个 伪君子 渣男 无论是记者 身边的护工 还是那些曾经疯狂迷恋他的女粉丝们 只要是他身边的女性 乙武洋筐似乎都不肯放过 他总是利用自己的身体问题 博取这些女性的同情心 然后趁机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联系 最终发展成不正当的关系 人美 这个默默无闻地照顾家庭的女人 没想到换来的近视丈夫 长达15年的背叛 终于 她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 毅然决定离婚 并将他们真实的婚姻状况 公之于众 然而 面对妻子的 反击 乙武洋筐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 将婚姻不幸的责任 全都推给了人美 甚至当着记者的面 痛哭流涕地说 都是因为人美整天待在家里不修蝙蝠 才让我失去了对婚姻的兴趣 然而 这样厚颜无耻的话语 显然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 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反感 最后 就连乙武洋筐的母亲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表明立场 站在人美的一边 坚决否认 乙武洋筐是自己的儿子 当记者采访他时 乙武洋筐的母亲 公开表达了对儿媳 多年来对家庭的付出 和对自己的照顾的感激之情 同时 毫不留情地指出 乙武洋筐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 然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即使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乙武洋筐居然还能凭着 他那张巧舌如簧的嘴 找到新的 猎武 就在2020年 有媒体曝光称 已经年近半百的乙武洋筐 竟然找到了一位 年仅20岁的新女友 严则直美 这位美丽的日本与杰克会线女孩 还是一位附加千金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美女 竟然对乙武洋筐的过去毫不在乎 甚至她的父母也都对他们的恋情表示支持 还亲自为他们挑选结婚日期 尽管如此 这段恋情仍然不被广大民众所看好 她为了贪图一时之变而误入歧途 利用欺骗等不择手段 去追逐所谓的成功 因为最后等待着她的 将是众人无情的唾骂与鄙